大家好,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 在影片开始前,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 当司里杨祖琼凭借电影《顺鸡全宇宙》创下了华裔女演员的历史新时刻 成为了首位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的华裔女演员 对此,另一位奥斯卡影后海伦·米兰表示 非常恭喜杨子琼今年赢得奥斯卡女主角 让我看到电影文化在改变海伦·米兰曾凭借电影《女王》 获得了2007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她回忆起60岁的杨子琼在获奖感言中所说的话 不要让任何人说你过了人生巅峰,让她非常感动 她表示,一千女演员过了30岁 最多35岁就很难接到很棒的角色 但这种电影,文化已经变了 尽管海伦·米兰没有和杨子琼合作过电影 但她曾和侠女徐芬一起担任过2004年第61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审 如今,她又和与陈欧合作过电影《赎金之王》 海伦·米兰带着她的孙子一起观看了手印 尽管她在片中饰演了反派,但她在接受纽约邮报 采访时表示不要用平常人的心态去看待 更不必多虑观众会不会评论 为什么这个坏人要这么做,相当有主见 当天不少影迷和媒体聚集在现场 为影片的成功手印献上掌声 《沙赞·众神之怒》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 讲述了少年比利·巴特森如何成为拥有神力的超级英雄沙赞 并与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故事 除了海伦·米兰之外 该片的演员阵容还包括了扎克瑞来维 阿什雷·安格尔、马克斯特朗等知名演员 该片由大卫·艾夫·桑德·伯格指导 是继2019年的《沙赞》之后的续集 在电影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多元文化的重要性 华谊女演员杨子琼的获奖 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士的事件 也为电影界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希望未来会有更多的亚洲演员 获得更多的荣誉和机会 为电影世界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好了 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 暂告一个段落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 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 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 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栏恨家 行 杨栏恨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